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巴黎圣母园着大火 这件事情呢 其实很多人也在讲说 2019说不上来的一种悲剧 我个人看巴黎圣母园着火 让我想再接南逃的2019 说不好是因为什么 说不好是他背后 就是我有期节目说了 他背后的因素在我个人眼睛里 我觉得太复杂 我个人觉得太复杂 他里面包含着 因为他是宗教的建筑 而他又出现在巴黎 又有着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而法国大革命的背景的本身 却是跟今 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他的源头根本 而法国大革命 他代表的 当时代表的一切就是杀戮 杀人 杀人放火 杀人放火 隔他别人的命 在命理注定中 很多人出现了他的贫穷 其实出现了他的还业债贫穷 出现了他的这种 所谓生活上潦倒的状况 而共产党的一切 就是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概念 就是说 我挣不着钱 那我把有钱人杀了 人出生应该都是平等的 所以这一句话 充满了道理 人都是娘生的嘛 他就平等的嘛 而他的本身 就一下把人定格在 人的肉体上 那革命的概念 就是满足贪婪的概念 革命的概念 在这种概念中 就是强奸者的理论 我没老婆 那儿有女人 我就强奸她就行了 革命是穷人 是真正命中 命理中 命运中 有着他命运阴游的人 要去强夺 本不该属于他的 所以就出现了杀人女战友 那杀人女战友 而他就讲说 我是大公无私的 我把东西毁了 我也不让你有 今天的大陆人 有多少人不是这样 我把你毁了 我也不让你有 是不是 那这就人的堕落了 我以为就人的堕落 所以在巴黎圣语院 这件事情上 我个人觉得 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 就是说 它背后的因素太多 但是就表面的角度来讲 它里面有法国大革命的含义 有着 余果的这本作品 对几代中国人的洗脑 完美的洗脑的东西 而它的洗脑的概念 就是否定神的存在 这是余果恶的 极其恶的部分 好像它在西方正常社会中 影响很小 人们说它是中文的里面 都会说 它的作品给巴黎圣语院带来的影响 但真正正常信仰的人 它在着大火 在这个巴黎的街头 很多人跪在那唱颂歌的人 有几个会把它想到 跟余果有关系 这我通我所通缉的就是共产党洗脑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同一天中共军机又围绕了台湾 绕了一圈 那美国跟台湾同声谴责 威胁台海问题 我觉得现在基本只能说是习近平这么干的 习近平这么干到底能带来什么作用 就是他干的活全都是虚头马脑的事 没有一点实在东西 真的没有一点实在东西 就我个人来讲 我只能解读成 它是国内现实状况的需要 而不是 就是国内现实状况需要 就是他去威胁 制造自己的强横 而他的基点 欺负的基点就是 反正你美国人不会打我 反正你台湾也不会打我 我给你对比一个概念 这个任正非在星期一的时候 星期一吧 任正非 公开说 苹果手机现在没有5G 它缺少5G芯片 我华为的5G芯片 可以卖给你 厉害吧 因为苹果正在跟高通之间 有一些打官司 那高通是专做芯片 高通自己有5G芯片 它借助这个环境 来表现出华为如何力量 而恰恰的时间出现在 星期五的时候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川普宣布了美国对5G政策 5G本身的政策的一种表达 这是前后时间是这样 而且川普明确讲 美国在5G问题上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 有些人不认为是 在这个看紧上 任正非在执行习近平的命令 在打击川普的时候 就是一个赌徒 一个烂赌的赌徒 因为他知道 苹果不会买他的 即使苹果要去买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苹果想买 他都得顾及到川普的态度 美国政府的态度 对不对 全面封杀华为产品 不许使用 那你苹果手机 我去买他的5G 中国军机围绕台湾 就跟华为卖5G芯片 给iPhone 是一个道理 烂赌的赌徒 手里拿着一个二 拿着一个三 往那一压 我兜里全压进去了 他兜里就穿了一个裤衩 什么都没有 基本我以为就是这个了 就是一块烂肉烂拼了 所以类似了 那他为什么 他是国内需要 环境需要他 他就解读成这样 多架军机围绕台湾海峡 那蔡英文批评了 他的做法 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 莫健也批评了 任何意图通过恐吓 威胁影响台湾的作为 都会被美国认为是造成 区域不稳定的因素 他会直接 给美国很多借口 来支持 来更加紧密的支持 美国跟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台协会 就是美国驻台湾的官方代表 叫台协会 而台协会里面 已经美国人对外宣布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对外宣布 由海军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组成的现役美国军人 在2005年开始 已经进入了台协会 这个意思就是 有美国国旗 有美国军人 那代表着跟中华民国 是正常的大使级关系 按照正常的国家的概念 相互存在 那当时同时 包括由前国会众议院的议长瑞安 代表的这个祝贺团 都在当天晚上的酒会上 我们无法找到一个 比台湾更好的朋友 是个民主成功的故事 可以依赖的伙伴 善的力量 希望全世界都能更像台湾 这就是瑞安的评价 而瑞安是相当反共 那就是在美国跟台湾 谴责中共军机 围绕台湾绕行的 谴责这件事情 发出了两个小时之后 美国即刻批准了 对台出售五亿美元的军售 这是很有趣的 就是习近平的做法 会给美国一个非常明确的借口 来使得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更加紧密 就是直接了当 第三批军售 正好是在台湾出席亚太 叫亚太安全对话的 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瑞安 在整个庆祝活动中 知道这个消息 批准了五亿对台军售 继续提供F-16战斗机的 培训计划 而这个事情正好是发生在 发生在中共的威胁之后 那美国代表讲说 为验证我们的支持 美国行政部门一早就通知 国会一笔五亿的对台军售的计划 所以而蔡英文呢 直接讲说来得非常及时 我们看到共军的行动 无论在海上空中 对区域稳定和台湾的稳定 造成蛮大的破坏 所以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 区域大国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习近平的做法 只能说让蔡英文的地位 更加巩固 而和相当类似了 那当初的这个 在民进党的 他的竞选领袖中 所遭遇到的中共的恐吓 几乎对他们的大选 对他们后来的政治上的 这种成果 起着相当决定左右 身为总统 我告诉大家 台湾不会被恐吓的 这些行为只会加强我们的决心 国军有能力保卫台湾 不让威吓 主宰着我们的未来 而这个时间恰恰是 台湾进入了大选年 2020年开始选台湾总统 2019年各党派该推出来 自己的竞选者 那在民进党内部呢 赖清德 要跟蔡英文 在争取在民进党内部的初选 这是不太一样 是蛮特别的出现了一个蛮特别的场面 那有着他各自的考量 政治上有他各自的考量 那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他背后真实的故事是什么呢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能明白 也可能明白 也可能不明白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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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